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5月22号星期四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菲律宾的事 那么昨天聊了一个菲律宾的神仙事 然后被先流了 然后呢 后来又翻到很多朋友的给我私信 其中有一个人问我的一个事 也比较有代表性 菲律宾的这种代表性 就是说 在这个 菲律宾的街头 就比如说很多的7-11 mini shop 这种的 便利店门口会聚集很多的小乞丐 即便你不去便利店 你只是路过 以前这些小乞丐 就是骚扰你 就是管你要钱 给不给 他们也不会太难为你 那么现在 这些小乞丐生意到什么地步 你只要从那过 或者进去 这个商店 他们就会跟你办要办抢 关键是会办抢 有很多人 他说他身边有很多的同事和朋友 就没办法 就是泡菜免灾 对吧 然后因为这些小乞丐 会主动掏你的兜 如果你不给他点钱 可能手机就被他摸走了 或者更重要的东西会被他摸走 那么女性更倒霉一点 说有的朋友就比较强硬 但是你家不住人家人多 要十几个 半大小的 对吧 说结果就让人拿小刀 把屁股给划了 当然这不是外地给你给他开眼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威胁 威胁 所以现在有很多这种问题 说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其实之前还真讲过一个 说一个东北大哥 怎么整治这些三亿兰门口 这个小乞丐的这个故事 但是我觉得东北大哥这个事 其实不适用于目前的这种情况 因为毕竟现在疫情的情况下 现在菲律宾人普遍的 所有的人的收入都下降 包括这个小乞丐也是一样的 对吧 我估计这些人也有KPI 回去以后 要的钱不够也得挨打 所以现在也是狗鸡跳墙 红了眼了 没办法了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我这几天也跟朋友们聊了聊 我觉得吧 大家听看哪个能试用 因为每个人处理问题的方法 还有驾驭处理的这种的 驾驭的处理方法的能力 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 自己接受自己的能力去看看 比如说有一位大哥 就说 那这个我就在我这兜里 装一个最小的老鼠夹子 不是原来上来掏吗 掏呗 掏就夹他 对吧 夹他我不怕赔钱 我就让他长教训 因为我天天就去门口这俩 小超市 对吧 那我得让他记住 我老子不好惹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也可以 反正呢 我觉得你要把人夹了手 你也得防止人家回头 下次不捅你屁股了 捅你腰眼 对吧 你还得防点肾的问题 还有一个朋友说呢 他说 不是就是因为他们穷吗 就是想 对吧 就是 要钱 连半衣要半抢这个钱吗 我就得证明我比他还穷 怎么办呢 我就把那裤兜给捡了 给他捡了 结果他一身手呢 我连内裤都不穿 我就让他知道 我穷了连裤衩都没有了 来吧 掏吧 没有 对吧 你能掏走什么 对吧 爷都没有了 什么 对吧 底裤都没有了 我说这倒也是个办法 那么还有朋友说 那肯定就是碰这种情况 尽量就绕着走呗 但是真实情况下 真的是你走 你走不开 因为有的时候 我也是碰这种情况 你真的从上走 他们一群人会围着你 你也走不动 像我呢 就会采取戴若木鸡的这种状态 我那一待 跟大傻子一样 对吧 但是我呢 一般身上也有些说白了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 我也没钱 对吧 我也破产了 我身上基本不带钱 你摸吧 掏一掏 没事 你摸摸都是没关系 没东西 最后他们看见 原来你也是个穷逼 对吧 怕你过来也强犯完 他们也会放你走 有这种情况 当然了 最智慧的方法呢 我觉得 也就给他们一点 就完了 其实也不多 给打发他们 也就一批两批 或者三批 基本是这种情况 他也就不会难为你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就会把那个 从超市找回来 那个五分的 五分的那个硬币 攒着 攒一堆 攒一玻璃瓶吧 然后他身上一般 出来什么一把 真的碰见他们的话 有的时候 要么我要没带 我就带着木鸡 对吧 我要带了 我就抓一把 他们就会 拿到这个钱的时候 会非常的开心 当然了 等他们拿到手里 去看的时候 他们就会非常的生气 因为见量不见数 对吧 就是这个量很大 但是没有什么数 然后但是九十九只 他们也就不管你要了 为什么呢 就又数你这个五分钱 这个功夫 他不如找两个大鱼 去管人要钱去 但是总之 我觉得就是跟这些人 没必要起正面的冲突 摔出去 没必要跟他们 起正面的冲突 因为他们的这种的犯罪成本 要比你低的很多 对吧 他真的是给你几刀 或者说怎么样你的话 你不太好找他 即便你找到他 他也没办法赔你 但是你真的是去伤害到 所谓的伤害 就是反击中伤害到他 我对当地人的尿效来讲的话 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对吧 你不掏个大几百匹 这个一千来匹 可能真的是 可能很难吧 我觉得是很难摆脱 这些狗屁膏 对吧 所以尽量 给个 就能给的情况下 给个一两匹 两三匹的 给个五匹 他们就挺开心的 就饶过他们 还有的朋友说 这个我也不太建议 就说 我就恶心他们 我到那儿呢 跟我一样 我就咔嚓咔嚓舌船 大口土年谈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不是疫情吗 我就我有病 对吧 结果我跟你说 你不要跟他们在这儿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比你还脏 就是他们在这个耍魂的这方面 远远是胜过于我们的 除非呢 你真的是长得这个 非常的凶恶 然后一下能震慑住他 或者你一看就 两个浑身的那种 大的纹身 瓷绣过去 他觉得你不好惹 那就无所谓了 但是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作为正常 就是咱们正常生物的人来说 你就给他一两匹就好了 不用那么太复杂的事情 关于这点呢 我就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里 明天我们再继续聊 菲律宾的新年事吧 菲律宾